而关于海魁台风的最新动态 它的路径以及会影响到台湾到什么时候 赶快把时间交给易景 好 慧琴晚安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我们来关心这个海魁台风 因为它已经登陆到台湾 而且它整个中心算是笼罩台湾的时间点 就是在刚刚七八点左右 所以你可以发现了 事实上这个海魁台风 因为碰触到我们台湾的陆地之后 事实上它已经有一点减弱它的势力 那不过虽然减弱 其实它的中心还是很强的 我们透过这一张卫星云图的色调强化 你可以看到几乎整个三分之二的台湾 包括了整个新竹以南 都是粉红色甚至是粉红色当中 还有一些白色的区块 就代表说这边是会有比较强的对流在发展 也因此这几个地方 整个水气就会变得比较明显 而且气象局也说了 现在的台风中心点已经过山了 也就是中心点已经来到了西半部 中央山脉这边已经通过 那这就代表什么 也就是说整个中心点过了中央山脉之后 中南部的雨就要开始下下来了 好确实在中南部地区这边的雨势 这个小时就会比较明显 我们透过雷达的预警图 要来详细看到事实上过去一个小时 包括了在花莲的玉岭 一个小时四十八毫米 另外是在屏东的高速 屏东的高速一个小时下了六十毫米 那你就会发现这样的降雨的热区 开始有一些转变 原本都在东台湾 可是现在南台湾的屏东 已经渐渐的出现雨势 那这个雷达回波的推估 就是要告诉大家 紧接着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也就是大概八点到九点这段时间 哪些地方的雨会下的比较大 而且有机会一个小时下到 四十毫米以上的强降雨 有哪里呢 包括了是在高雄 还有就是在屏东 好那东半部持续 所以宜兰还是有 还有一个地方是在新北 因为新北这边水汽扫进来 外围的这个水汽 所以呢代表新北这边 其实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 也是会有比较强等级的降雨的 所以我要特别提醒 这四个县市 高雄 新北 宜兰 跟屏东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留意这样强降雨的状况 说到强降雨 要告诉大家一个资讯 也就是在今天一整天 哪最大时雨量 也就是代表雨下的最强的地方 也是同样出现在花莲的腹里 一个小时下了一百毫米 刚好不多不少就是一百毫米 所以要提醒这样强降雨的状况 还会持续下去 紧接着我们来看到 新的路径跟暴风圈 我们要强调的是 现在的这个现况 是大概晚上八点左右 那主要呢 这个暴风圈还是涵盖着 三分之二的台湾 有三分之一没有涵盖住 那其实七点的时候 暴风圈是更扩大一点 现在晚上八点 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但是没有差太多 但要提醒的同样 就是在整个新竹以南 宜兰以南 还有澎湖地区 现在都是在台风海魁的笼罩范围之内 什么时候 整个海魁的中心会出海 预计就是在稍待会晚上 甚至是到明天的清晨 一点多钟的时候 它的中心慢慢的就会从台南这个地方出海了 所以包括了整个在台风中心相当靠近的地方 当然就是风雨最强最强的地方 我们透过这一张十级暴风圈的图 我们来告诉大家 原本大家看到七级风暴风半径 大概180 十级风暴风半径就有60 所以以中心来讲 往外推60公里 主要都是整个十级风暴风半径 会笼罩的区域 那这几个现实要特别强调 就是因为在这暴风圈当中 除了这个风墙宇宙之外 要提醒这种瞬间的强风 瞬间的大雨都会很容易出现 那包括了你可以看到 红色圈圈的范围 就是有台东 屏东 高雄 台南 还有嘉义地区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这个降雨的重点 有点在转移了 原本都是东半部 可是现在看起来 台东当然还有 紧接着就是在整个西南部的县市 就要特别的留意 晚上七点 晚上八点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 就是笼罩在这几个县市上空 所以紧接着要来看 降雨的整个热区图 事实上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 主要就是影响最为明显的时候 也是雨会下的最大最猛的时候 所以在北部地区 还有中南部地区 都是降雨热区 尤其现在花莲这边 已经是来到了超大豪雨等级 而且花莲跟宜兰这交界的地方 这雨持续的累积 雨下的比较多 那明天来说 白天到晚上的话 同样降雨的热区 一样在东半部以及中南部 那当然啦 中南部这个中部以北的地方 有一些间歇的雨势 当然是没有中南部 跟东半部这么强 但是全台湾都是有雨的 明天下半天到后天的早上 同样的东半部的雨 持续累积下去 那西半部同样也是有雨势 不稳定的状况 要一直到礼拜二 等到整个台风 真正的远离 到礼拜三开始 水气才会慢慢的减少下来 所以详细的影响的 各个区域的分布 我们要来看到 事实上呢 在北部地区刚说到 影响是最小 但是还是有一些间歇雨 而且不排除有八到九级风 那另外影响比较剧烈的 还有东半部啦 宜兰还是风强雨大 而且山区不排除出现大豪雨 花莲现在已经有超大豪雨 狂风暴雨的状况 今天晚上还会持续影响最为剧烈 风的话也有十到十一级 中南部就是紧接着 现在开始的重点防台区域 因为中南部这边 开始出现强风豪雨的状况 恒春也有风雨强劲的情形 十到十一级的风 也会在这边出现 那再来就是外岛地区 澎湖有可能也有下雨 而且雨会越晚越大 十到十一级的风要留意了 马祖的话 也有可能出现九到十级 所以我们要提醒 在今天晚上 尤其现在晚上八点多 台风已经通过了中央山脉 来到了整个西半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在今天晚上 特别的警戒这种瞬间的大雨 带来的灾害 详细的状况再把时间还给慧琪 好的 现在疫情 我们持续为您来更新最新的资讯 在刚刚北北基陶宣布了 明天九月四号星期一 正常上班上课 而九月四号星期一 停班停课的限时 我们为您来整理包含了 台中 彰化 南头 云林 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花莲 台东 澎湖 以及金门 就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 停班停课资讯 哈喽 我是陈雅玲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